天气方面的消息要来关心到 未来一周这个天气将分成三个阶段 周二之前这个雨势集中在东半部 恒川半岛各地的山区还有近山区平地 午后要留意短岩石墙降雨 而从礼拜三开始随机增加了 而且呢在南海附近可能会有热带扰动生成 会不会发展成为台风还要再观察 但如果这个低压持续的发展 将会为台湾带来水汽 到时候在东半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 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 外头高温闷热一到五后又将迎来滂沱大雨 持续好几天的天气形态 到了礼拜三还要防范有台风来搅局 风场预报可见目前位于南海的低压带 未来恐有热带扰动生成 也不排除发展为台风朝台湾方向进逼 增城的位置呢 目前看起来是比较不确定性 那未来会不会发展 它的强度呢可能也具有比较不确定性 不过时间点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以周三周四之后呢 在南海附近新增 大低压区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近期台湾附近偏南风 雨势集中在东半部恒春半岛 有局部短暂震雨 中南部沿海早晚也有零星雨 各地山区及近山区平地 午后要留意短延时强降雨 到了礼拜三如果低压持续发展 将会为台湾带来水汽 东半部及南部地区恐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 可能会带来一些水汽 逐渐的往北传送 南部地区也有比较不定式的降雨 那中午过后 各地还是可能会有 局部午后雷震雨出现 未来一周大雨连诈 尤其东南部地区提醒 及早做好准备 记者众好不得 和民众好不得